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这么晚了 找我有事 你为什么抢我儿子的糖葫芦 我白天都跟你解释过了 我不是抢你儿子糖葫芦 那糖葫芦里边被人下了药 我是为你儿子好 你还咬了 我那是嗜毒 我觉得你蠢 是要需要自己亲自咬吗 自己死了怎么办 这 那点药毒不死我 我毕竟是费界的学生 更蠢的是 公堂之上 你居然公然质问太子 我只是想知道一个真相 知道了又怎样 没想好啊 所以我说你蠢呢 你以为站在二皇子的麾下 太子不敢动你 我又没头靠裸儿 那你就蠢得不能再蠢 连个靠山都没有 你凭什么这么嚣张 大哥 你这么晚跑到我们家来 就是为了骂我一顿过眼 我 不走了 什么 你不离开京都了 你那么蠢我走的话 怕你自己在京都没法活下去 你自己不是一直说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吗 五十两 什么 每个月你给我五十两银子 不许多钱 哦 我儿子也要念书了 你要靠范府的门路给我找最好的先生 哦还有 你要给我两母帝 土要肥 外加一头牛 接下来这段日子 太子随时可能对我动手 因为你蠢 你在这种时候留下给我当护卫 银子 地 牛 一样都不能上 你想好了 京都不是善敌 不想家 那好 成家 行了吧你 起来 我说 你知道是谁给你儿子下的药吗 我 你 对啊 他爱吃糖怕他坏了牙齿 给他下点毒 如果吃多了便会肚子痛 这样好控制去 你就因为这么点原因 给自己亲儿子下药 那我也不能拿真刀下他呀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我是出为人府 万事总要磨合 你儿子命苦 我儿子幸福 他喜欢我给他做的木刀 我后边还在想给他做木剑木工 木飞镖 给我想个主意 先做哪样 你给人家做个木马不行吗 那要配个木长毛 不是骑兵 是普通小孩玩的那种木马 你这个人怎么干什么事 杀气都这么重啊 跟小孩交往最重要的是 保持一颗童心 把自己变得天真才能拉近根的距离 懂不懂 那你为什么要抢我儿子的糖葫芦 我都说了我没抢 那你咬了 那是嗜毒 我觉得你蠢 我毒不死 你真的很蠢 你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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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吧